好 其實呢 這個濕濕涼涼的天氣 東北季風接力 週休假期 東北季風影響北台灣濕涼 宜蘭山區降雨是最大的 那22號晚間 東北季風會再增長 北部東北部降雨機率提高 其實目前還在菲律賓東方海面又有熱帶擾動發展 這兩天有機會發展成颱風 但是有沒有可能直接影響台灣 還要密切觀察 週週二日氣溫偏量主要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東部轉因有短暫雨天氣 基隆北海岸雙北 宜蘭縣及山區都有大雨或蠔雨發生 累計到二十號上午九點半 宜蘭南澳已經有超過三百五十毫米降雨 現在在宜蘭的山區是有發布到蠔雨的標準 然後再次就是說在北海岸跟到臺北 臺北市的山區 則是蠔雨突爆的一個狀況 中南部晴涼穩定 未來幾天東北季風逐漸減弱 二十一號到二十二號北部東北部氣溫小浮回升 基隆北海岸桃源以北東北部還是會出現局部短暫雨 華東地區也有零星降雨 二十二號晚間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北部東北部降雨機率增加 氣溫再度下降 目前是有一個低壓系統正在發展當中 那以目前一個資料上來看 可能就是在最快就是在今明兩天的時候 就進一步形成在新地下甚至是有颱風的一個機會 歐美模式模擬未來十天可能有兩個熱帶擾動發展 歐洲模式預報 臺灣上空路線很多條 顯示颱風活躍機率高 至於未來颱風侵襲機率預報來看 往西北靠近菲律賓旅宋島 有七成以上的機率 是否朝臺灣的方向不確定性高 就怕颱風生成 大家最擔心會不會東北季風 產生秋台共辦效應 專家說氣候上來說 十月平均有三到四個颱風生成 各國模式持續大幅調整中 現在下定論還太早 而氣象鼠也會密切觀察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